Tell my friends 各位觀眾 各位觀眾 大家晚安 晚安 今天這個又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場面 因為 大家看到老師的腳邊 有很多很多小小的想法 還有門口也有很多想法 在待會兒的 今天最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除了今天這次一場獎座以外呢 最後我們也會有香草的販賊 所以待會大家跟大家解釋 我叫做玄寧 我姓王 我是這次的展覽的策劃人 那很高興大家今天也來開一個這樣的特別的場合 其實這個展覽老家中主上花園 從四月中開始 會一直到五月底 所以大家現在看到旁邊的東西 其實會不會的東西有沒有 畫光啊 鋼筋啊 布色 其實原本是 都是展覽的展覽 所以歡迎大家在錄了今天的講座 明天一開始以後 一直到五月底 我們會恢復正常展覽的狀態 都歡迎大家來看 展覽的主題是台大文學獎的成果回復 然後結論所有的植物還有花園 有點像一個閱讀的花園空間 那這次的講座呢 我們很高興 歡迎 歡迎本老師 我們歷史學教授 請請花老師來真的是 有點是我的小夢想 因為我不是台大畢業的 我是來到台大工作以後 每次都一定要學生 才說 哇 花老師的課很棒 我學年以前的荷蘭念書 我沒有想到要請花老師來講 這樣這樣的集體 然後後來也研究了一下花老師的背景 那老師曾經在德國各種念書 然後也是精通很多的後奏的念念 然後也本身也有做翻譯的工作 那我覺得它跟藝文中心 有一個最大的連結點就是 它很適合結合藝術還有人文 很多畫系的主題把它整合在一起 像是這次藝文中心的展覽 也是提供的自然還有人文 甚至是老師跟我要講的 比較從宗教史 藝術史的方向來看香草 比較不就是讓我們平常認識 比較從生態的方面來講 認識大自然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會開放 關注到我們 就是參觀我們的花園 還有很多的香草 其實書面很有限 那些香草是從來以來的呢 是我們花藝社的 由媽媽她很細心的照料 帶我進去一次工 幾個月來一起照料 所以呢 待會也可以有機會 可以跟她聊一聊 比如說在家裡要從中香草啊 一直小生活支持 那我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花老師 好 謝謝雪妮 也非常謝謝大家 也非常謝謝大家 在這個晚上 特別還不共來聽這個演講 那當初事實上是雪妮打電話給我 然後說 希望我們來看看一文中心 因為有一個這樣子的活動 那我就來了 來了以後 我就發現說 喔 台大園以前還有一個教堂 然後呢 竟然這個旁邊 有這個 我們這個 真的很幸運 有有媽媽幫我們種了一些 這麼可愛 長這麼好的一些香草 所以呢 我當時就 就很 幾乎是很資格 就說好 那我們就來講 歐洲修道院的香草花園喔 那我遠這個題目 其實有一點綜合的聯繫 一方面 當然這跟我個人 研究歐洲的宗教藝術 通道文化實有關 可是到了另外一方面 也跟我個人的一些 親身的體會有關 那這個親身的體會 我想就是 在演講的過程當中 我在慢慢的跟大家說啊 因為這個 德國的這個香草的這個 滴血啊 事實上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 一個研究的領域喔 那我個人自己 在德國生活十年喔 非常受惠於他們的 Curple Medicine喔 所以因為 那樣的一個 親身的接觸喔 讓我對這個領域的 知識其實是 非常的有興趣 那我想也就 利用今天這個機會 跟大家做一些 分享喔 那我想我們就坐下來 我們就用聊天的方式 一個很輕鬆的方式 我們來共享一個夜晚喔 基本上呢 今天如果我們到歐洲區 其實還是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修道院 保留了他們原來 也許是在中世紀 也許是在十六、十七世紀 那個樣貌 那在這些修道院裡面呢 大概都有一個特色是 他們都會有一個花園 那尤其是很特別 會有一個香草園 那為什麼會有 這樣子的一個 古特的設計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今天想 我想跟大家來分享的啊 那這些修道院 其實今天有一些 是類似半開放的狀態 就是它大概每 就是大家可以上網去查 它大概每年會有一個時間 其實例如說它可以開放 讓大家也許去那邊小住個一個月 或幾個禮拜 它有他們的program 或者是有一些就是 遊客你隨時到你都可以去參觀 結果其實今天有很多修道院 它不再完全是一個禁閉的狀況 而是其實就是說 大家其實都可以走進去 都可以去看一看 所以就是說很鼓勵大家 如果有機會到歐洲去旅遊 可以做一些深度的旅遊喔 就是說其實可以去看一下 這些修道院 那例如說像這一個 這個修道院 其實是在奧利利很靠近那個 Slovenia 就是東歐很窮的一個國家 在那個邊境 可是呢 在這個地方 卻有全歐洲最大的修道院的讀書館 其實它的保存是做得非常的好的 好 那如果說我們真的是 回到最早的這個文化的源頭 當然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香草原或是花園 或是花草原 或花草原 這樣的概念 在中世紀的歐洲 當然它最早來自於 唱世紀裡面所講的伊丁園 當然我們也都知道 伊丁園的故事 最後是一個不開心的故事 好 雅上看一下嗎 被改分出去 好 可是問題是在這一個 這一個花園 或在這個庭園裡面 發生了一些事情 上帝跟人在這個地方下面 發生了一些事情 而人被讀出了伊丁園 其實代表了一個 人類開始受的一個開始 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其實如果我們就整個歐洲的文化來看 其實不是基督教的特例 也就是如果我們去看 古希臘的文化裡面 其實也有類似這樣子的一種 一種世界的發生 那在古希臘的文學裡面 或詩歌裡面 他們大概對於一個美好的田園 美好的一個人類生活的 最早的那一個理想的原型 他們把它稱為阿卡迪亞 可是阿卡迪亞也不是人類 可以久居幾處 如果我們來看 17世紀法國很有名的一個畫家 叫尼克勒斯普桑 是古典子役很早的一個大師 普桑曾經畫過一幅很有名的畫 叫艾爾卡迪亞這一個 就我也在阿卡迪亞 可是這個我是誰呢 其實是死神 即便是在這一個 永恆的田園師哥般的一個 一個美境裡面 其實死神是跟人生在一起的 所以就是說其實都代表你說 一個永恆的美好的境地 其實都不是人類可以 長久居住的地方 總有一天你會在那裡 你不是發現一個無常的事情 也就是你會被返出去喔 好那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這樣子的一種文化的傳統 其實促成了在中世紀 在修道院裡面 開始他們去構想 或者在基督教的文化 他們開始去構想 那我如何在人的世界裡 在這個城市裡面 我去打造一個 類似像伊甸園這樣子 或者說能夠代表我們 可以跟上帝重新相遇 我們可以永恆的 在那個地方感受一種 其實是超成脫屬的一種 理想的一個美的經濟 那是這樣子的一個思維呢 基本上促成了這一個 修道院開始去發展 這樣的一個體育和藝術 可是在這樣的一個文化背景下面 當然修道院的花園 就不會只是一個 好像漂亮或不漂亮 而且它在設計上面 它在布置上面 它就會有一些特別的地方 好那很重要的是說 我如何在這個田園裡 讓大家感受到上帝的心香 那這裡面當然一個 比較細膩的地方就是說 我如何在那種很細微的地方 在那種大家很精密的地方 在那種眼睛很容易膚視的地方 反而能夠讓細心的人 安靜的人 心可以沉澱下的人 在這裡感受到 上帝造物的那個奧秘跟神情 好因為基本上一個修道院 花園在設計上面 它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宗教的一個想像在這裡 所以他們會希望把這個香草園設計成是 上帝創造的一個大自然的一個所以 我在這裡面可以看到 上帝造物的那個美好 而且我希望這個是一個入口 我進來以後我可以感覺到 我在這裡可以跟上帝契合 我可以跟造物直接相遇 而且透過這樣子的氣和 透過這樣的相遇 我重新得到平安其樂 我重新得到進入人間的平安 大家基本上的一個思維 大家從中世紀到現在 都是這樣子的一個思維 那這樣子的思維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去看歐洲的基督教文化 尤其是基督教文書 其實在很多面向 我們都會看到類似這樣子的一個想法跟作 例如說我們去看 中國的各德式教堂 各德式教堂其實一個最大的特色是 我怎麼樣在那種很高的 然後呢其實用石頭打造出來的這個建築裡面 讓上帝的光可以進來 所以我明明是進到一個秘密的空間裡面去 可是在這個空間裡面 我卻要能夠去感知到上帝的光 而且這個光所代表的種種的一種奧秘 種種的一種其實在一般的人間 我們所感受不到的那樣子的色彩 那樣子的豐富 所以基本上這個各德式教堂連結下來的 當然就是他非常大塊這種彩色玻璃的設計 好 那所以呢基本上修道院的這個香草花園呢 他的在整個設計上 他事實上是希望人在這裡面你的身心靈 是一起可以來感知這樣子的簡直 而且其中的一草一末 是你要從靈性上你可以去認識他的 好那在這樣子的一個想像 或者這樣子的一個思維 不是只是傳統的東西 我們如果去看現代的繪畫 好我們來看歐洲現代的繪畫 我覺得有一個畫家其實把修道院的花園 這樣子的一種身心靈 然後在這一個一草一末當中 從靈性上面去感受到很多宗教裡面的美感 然後我覺得表現得最好的是Frontmark Frontmark我想也許在這裡有些人知呢 他是德國表現主義 表現主義有兩個派 一個派別在柏林是僑派 然後在慕尼黑的是藍騎士 那Frontmark事實上是藍騎士這一派 那他的畫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他很喜歡用動物 就例如像這個是迷路 然後或者是他很喜歡畫馬 然後可是他讓這些動物 其實表現出來一種非常高貴的 一種屬於一種比較精神性的一種象徵 然後他把這些動物 他很喜歡把這些動物放在大自然裡面 可是他要去表現一種更高的 更出向的一種思維 所以他畫了兩種一種文字的話 就是迷路在修道院的花園 而在修道院的花園裡面的畫圖 那在這裡面 Frontmark到底要表現什麼 我覺得大家慢慢去集合 我覺得畫得非常好的 好這服的色調比較溫和一點 另外一服呢 其實就是屬於比較LIFER一點 比較活潑比較動感比較強 所以這邊我其實可以看到 就是這樣子的一種 在修道院的花園裡面 然後人開始在那邊慢慢的走 慢慢的冥想 然後慢慢的從這一草淋末當中 慢慢的去感受到人跟大自然之間 然後跟信仰之間的那樣的一個契合 其實它不是一個過去的事情 而且其實它也不斷的提供 現代藝術一些創作的新的思考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是相當有意思的東西 好那基本上呢 如果我們回到修道院的香草園本身來看呢 大概我們可以從兩種形態來講 很簡單的來說 就一種是就是很自然 我就是讓它很自然的去生長 然後就是幾乎呢 反正大自然是什麼樣子 我就讓它呈現出來是什麼樣子 那另外有一種是剛好相反 就是它是非常的 非常的規律 非常的有設計 而且是非常的就是對稱平衡的 那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呢 基本上這在一定中古人的一個 對於世界的想像是有關係 就是它認為上帝所創造的世界 是一個非常的規律的世界 是一個非常就是 就是設計的很好的 然後一切都是對稱平衡 然後符合各式各樣的集合的原理 好所以這樣子的一個非常有規律的 被規劃的非常工整的一種 一種修道院的花園呢 其實也是它們對於這個世界的 另外一種的想像 所以這兩個東西其實是並存的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一下 這邊例如說有一種 就是這一種看起來好像 就是一個 一個怎麼樣 反正大自然本來就是長這個樣子 白花起到的時候 反正就是應該這個樣子 好 那像這個呢 我覺得這個就是有趣 就是在法蘭特的統計 一個修道院 它就是基本上也是讓它比較自然的生長 然後它下面有一個小黑板 小黑板上面都是寫著一些島詞 好 就是一些島詞 所以也就是說這些 一些神父修女進到這邊來 它在看這些東西之餘 它就慢慢的 一塊黑板一塊黑板 它就慢慢的拼念那個島詞 好 那就在這個地方 它就可以進行它的一些影響 一些末關的一些活動 它可以看到 就是這樣子的傳統 都還是一個living heritage 都還是不斷的在持續當中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麼公正的 這麼公正的一個 修道院的一個 一個香草 然後規劃的整整齊齊的 或者是 這個可能跟滿像我們來搭的 就反正無論如何 它要用一個工整機 那像這樣的一個設計 那基本上 他們甚至可以在這邊 進行一些默想的 就是我邊走 就邊禱告 然後邊默想 所以它等於是 這個小路基本上就是他們 可以這個末關的一個 所以這個是屬於工整 好 那如果我們從整個 歐洲的藝術史來看的話 中國的這些修道院的香草花園 其實正是進行在 歐洲庭園藝術的前身 也就是說當這個歐洲的歷史 再繼續往前走了以後 當然開始脫離了這個 宗教園這一個傳統 那慢慢慢慢開始發展出來 有城堡的貴族的 或者是國王的軍王的這一些 庭園藝術 那這個庭園藝術到底 這個庭園到底要怎麼升級 那其實修道院的這一個傳統 就提供他們非常好的一個 借金 可是跟 就是說跟世俗的這個庭園藝術 比較不一樣 修道院的這個香草花園 它有它有幾個很特殊的功能 第一個呢 從中世紀開始 它修道院的這個香草花園呢 其實就是開始引進 當地能有的植物 這一個很重要的 類似像研究機構那樣 然後引進了各式各樣的這個植物之後 他們開始觀察這些植物跟氣候 跟土壤基金的關係 所以我開始做了很詳細的紀錄 所以不要以為 Hurban Medicine只有中藥 其實會有非常 遠遠流長的Hurban Medicine的這個傳統 那當然在接下來 透過這些研究 他們開始有所謂的花草草 接下來大家都陌生 開始有香水 可是他們也開始有藥水 那另外就開始開展了他們的這個草本醫學 那當然這草本醫學 相當程度上 其實是體認到 大自然本身是具有一些雕像 就說人活在大自然裡面 大自然本身其實就提供給我們 抑制我們的基地 足夠的這一些材料 好 那所以就是這些東西 我想今天大家都不陌生 我想大概我 可能十幾年前 剛從的我們的這些東西 其實在台灣都還不是太多 不過台灣人大概 對於研究吃的都非常的厲害 也就是十幾年間 這個花草茶在台灣 這個大大的流行 我都還有學生的外號 就叫花茶 因為男生非常喜歡喝花草茶 因為咖啡在台灣也非常的流行 麵包也變好吃了 優格也變好吃了 那我們台灣人對於吃的真的是 豐富非常的厲害 因為對我們來講 其實我們不再覺得它是藝文化 因為其實這裡面有很多 很多的花草 我們台灣自己也可以種植 我們真是用有機的方式種植 所以其實已經 對我們來講 已經從一個藝文化 進程式 我們自己本土文化的一個部分 所以大家對台灣來講 比較陌生的 是屬於他們草本醫學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是就是說 這個是在 如果今天在德國的話 他們有很多居家常備的療藥 但其實這些也都是花草茶 只是它是有醫療的效果 那我在講 也許我們的政府覺得說 因為它牽涉到醫學的療效 所以沒有讓這些東西進口 那這個東西呢 大概在德國的有機店 或者是藥房 都是很容易買得到的 就是如果血液好叫 然後你就是 比較神經病的緊張 那有一種茶也可以喝 然後你感冒 感冒又感冒的茶 氣管發炎的茶 氣管發炎的茶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在德國常常會吃的東西 那另外呢 這個東西 其實它品牌非常的多 而且做得非常的好 那像譬如說 克隆有一個很有名的藥廠 叫Close the Brown 其實這個就是修女 然後其實它也許它 範圍比較大一點 不一定是修女 就是住在修道院的這些女性 她們所去發展出來的草本音訊 然後根據她們的配方 那她們今天 她們今天是用科學的方法 去把它把它做成 也許是花草茶 也許是用喝的 然後大概裡面最有名的是香蜂草 所以你好像也說有準備香蜂草 什麼樣子 好那這個是所謂的 美金森蓋子 用香蜂草做的一種藥酒 那這個大概 德 大概德國的比較 我不知道她女性 你背現在的情況怎麼樣 那至少我在那邊的時候 我看到大概就是媽媽幾以上 你只要到她的廚房打開來 一定有一個罐子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你能幹嘛 睡一覺睡過好 肚子痛 腸胃不舒服 通通都可以用 很像我們的什麼 萬金油 或者總是有一個居家常備良藥 你感冒的不舒服 媽媽就去倒一點這個 你就喝了 然後去睡個覺好了 然後肚子痛 我常常會不舒服 還是家裡平常有人 一定還不大 大概一罐這個東西 就解決了 那這樣子 其實他們發表出來 例如說像旁邊這邊 有那一種 那個用接鼓炒作的 那有一些可能可以 氣管邊啊 然後有一些 看這邊有什麼叫 薑跟鼠尾炒作的東西 那其實 真的是這些東西 讓我開始對於德國的 Herbal Medicine 開始感到非常的有趣 因為我剛到德國 多久的時候 因為可能一方面天氣太晚 另一方面 當然因為功課壓力非常的大 所以我就常常得了氣管 但你連到聖誕節的時候 就是我氣管你們大發作的時候 那我開始去看醫生 我開始看醫生 我發現德國醫生非常好 幾乎他們的醫生都不太給病人吃抗生素 都是告訴病人說 除非萬果的 你可以用各式各樣自然的方法 讓我們一直講 可是不要吃抗生素 所以我那時候碰到的那個醫生 我也不是特別找 就在裹作的醫生 然後呢 他就 他就先跟我講說 你應該要來做那個 精油的薰蒸 好 真的很棒 那時候開始感受到 精油的錯的東西 然後呢 這個精油的薰蒸 弄一弄以後 他開給我的藥 其實也都是 他們的精油是可以當藥嗎 我們大概在台灣的那個精油 不可以 不可以做藥用 因為其實精油分很多的等級 那 我們看 在台灣一般就是 家庭薰相用的 可是他們就是 讓你把它淬裂到更好 控制的更好 其實那個精油是可以直接當 當藥 所以他開給我的藥 全部都是 都是這樣的東西 我這次很棒的是 因為 吞下去一個膠囊 然後吞下去你的整個 大概整個半天 整個呼吸全部都是香 因為全部都是精油 然後我就在這個地方 才開始發現說 欸 很不一樣 因為我們印象中的西醫 好像就是 我們傳 台灣傳統的東西 就給人家吃了很多 chemical的東西 我就開始說 德國醫生 不太給人家吃chemical 他們一直在告訴病人說 你盡可能的用你自己身體的自癒的能力 讓你的病好了起來 那如果病人不行的時候 我們就先用這種香草類的東西來試試看 所以這些東西他們都健保了幾次 他們正式承認了醫療的項目 我們才能讓一些慢慢的中西醫的整合 其實也都還不錯 可是就是 我覺得好像那個限度還是比較大一點 反而我覺得在德國 我還經歷到就是 那時候我在寫論文的時候 大概常常在那邊打字 就是這個肩膀很痛 然後我就去找一個 可以動力學的眼神看 然後看一看 然後就覺得我一個東西 那動力學就是我後來回台灣 在台灣那個時候才開始大流行 就是那個穴位的那個電熱的那個 就是他有很多貼片也可以自己貼 可是他們那個東西 他們那個就是都是日本 日本做的 然後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你就是用豬的 你不用買 然後用豬的 然後就是健保幾次 所以自己保險都不用 那當時那個醫生給我的學生說 喔 這是你們發肥的東西嗎 去用吧 好 那所以我想說其實整體來講 我覺得用藥其實牽涉到 我們怎麼看我們的身體 好 我們把我們的身體想像成是一個 他是有自然療癒的 而且你要信任你的身體 這個自然療癒的功能 跟你一直要用很多的抗生素 我覺得這個是兩個很不一樣的 身體的觀念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背後其實牽涉到 很複雜的東西吧 好 好 就說 例如說藥廠的利潤啊等等等等 有的沒有的東西 不過anyway 就會說 我 其實真的就會說 這一些東西因為我親自在那邊 就是看到我他們的醫生 就這樣一直在用 就是給了我非常大的一個氣 而且這些東西 比如說他從中世紀開始 一直到現在 他變成是一個 你不管是平常喝的東西 或者是生了一個 你可以比較容易去取得的一個 居家床變的樣子 那這個 這個統統是怎麼來的 那當然既然是修道院的香草園 那我們就要先看了解 為什麼歐洲沒有修道院 修道院的性質 到底是什麼 基本上來講 其實修 歐洲的修道院 我們不要把它看成是一個 像 嗯 怎麼講 是一個好像一個 一個自我風靈的團體 我們就把它放在東古的文化裡面 它其實是一個拓荒的運動 也就是說 大概在 當然從比較早期 也許是 在六世紀的時候 那開始有一些人覺得說 他不想在城市裡面 被統治者 或者是被主教來掌管 他們希望找一個 沒人管得到他們的地方 然後好好的去發展 他們自己對於上帝的一個認識 好 那所以這些人開始就是到什麼 到荒郊以外 然後開始去過這個集體的生活 那這樣子的一個運動 基本上到十一十二世紀的時候 尤其是在十二世紀的時候 到達一個高峰 那為什麼是在這個時候到達一個高峰 因為一方面 就是說大概在十四世紀的時候 歐洲的情況 可能有點類似我們念的 就是一個極端氣候的變化 好 基本上我覺得 我們現在是在一個極端氣候的變化 在一個思考裡面 也許我是錯的 反正因為十四世紀的時候 大概就是說 因為氣候極端的變化 所以很多的極化 慢慢慢慢從十一世紀開始 天氣開始又變暖了 然後農業基礎開始變好 所以就有很多地方 開始人口大量的增加 人口開始增加以後 我們可以想像 對當時的統治者來講 不管他是政治面或是宗教人 突然間開始生出很多新的人 或者是突然間 有很多人從鄉下搬到城市 因為城市有很多謀生的機會 那整個的管制會變得比較低 好 可是有很多聰明的人 他不願意在這個管束下面生活 他開始對於知識 其實他有他的興趣 可是他在當時的城市裡面 他很容易被主教所控制 就說你這樣子想是不對的 就這條路就卡死 所以呢 當時有很多很聰明的年輕人 他們就開始往荒郊野外去 那在荒郊野外 他們開始就是說 反正沒人管 他們就開始用 集體的生活的方式 然後去追蹤他們自己想要追蹤的知識 然後去創作他們自己想要創作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這是一個拓荒的運動 好 那問題是 既然他過的是一個集體的生活 你就會在那裡會說 他為什麼不過單獨的生活 也可以啊 不過你如果不怕晚上的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野獸啊什麼什麼來找你的話 你要過一個人的生活當然也可以 可是整體來找 慢慢慢慢講出來的 你至少總是一些人聚在一起 用一種群聚的生活 是比較安定 而且比較穩定 好 所以慢慢就 在十一十二世紀 修道院的文化大型 那當然基本上 整個歐洲的修道院文化 都是在這個聖本堵 當時就是說 在早期的時候 留下來的一個基本的精神 所謂 Ora get la ora Ora Ora就是工作 Ora是早發 Ora是工作 也就是說 修道院的生活 所以基本上是結合了祷告跟工作 當然我們也可能說 祷告也是一個工作 我的工作也是一個祷告 這是幾一結合在一起 好 那所以傳統上面 當然我們知道 中古的這個修道院裡面 很多修士他們在超前 超前古代的典籍 或者在超前很多經書 然後保留了很多的這個知識文化 那當然他們創造出了很多很漂亮的 熟超前古代的典籍 我們不要忽略 其實他們也有勞動的原因 他們必須到田裡工作 他們必須到山上工作 好 那有一些修道院呢 因為就是經營得很不錯 然後呢 如果說本來他這個地方是一個荒郊園外 可是因為他經營得不錯 如果他可能開始成為醫療的中心 可能開始成為教育的中心 甚至於開始成為一個 農產品集散的中心 那他就會開始怎麼樣 所以開始吸引更多的人 來給他們捐贈 也就是說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如果說 嗯 我可能 我可能是一個會員 那我的家裡 突然間也許出了一些什麼樣子的事情 那我就請 這個附近 聽說有一個修道院 情況不錯 我請他們幫我禱告 結果 我的災惡就過去了 或者我的病就好了 那在當時會怎麼樣 我可能會捐一塊地 我可能會捐一個什麼 就是其實蠻大的一個東西 就是修道院 好 那如果當很多很多人這樣做的時候 修道院就開始怎麼樣 就開始有情起來 對不對 然後當然也還有一種 例如說 我可能是一個 一個女性的貴女 我沒有結婚 然後當我跳片子的時候 我留下很多的產業 那這些產業 我在我大概年紀差不多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 接下來要給修 所以我可能會欺負一個人 就會給我一些特別的修道院 所以修道院就透過這樣子 慢慢慢慢的感覺 修道院 有一些不論得不錯的修道院 就越來越有錢 其實不要小看 其實我們台灣有很多宗教館 也是也是這樣子 非常非常有錢 只是表面上看不到 仔細去查那個 踩踩測都不得了 好 可是它基本上 修道院它其實就是一個比較 跟世俗的世界保持距離的 它是希望它自己是一個 自己自主的世界 好 所以我們又可以想像一下 一個修道院的院長 在一個封閉的 自己自主的世界裡面 它需要做多少事情 它需要去擔負多少的責任 我大概把它仔細的 我大概把它粗略的 做一個歸類 它需要是一個管理者 整個修道院是好的 它必須是一個教育者 因為修道院裡面 有這麼多的僧侶 有這麼多的神職 我如果希望它的素質好的話 那我需要教育它 好 那我也需要是一個牧者 因為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有很多問題 尤其是當時很封閉的一個環境的時候 問題只有更多會更少 因為沒有出口 每天就是眼睛看來看去 所以它也需要是一個醫者 好 當修道院裡面的人生病 它需要是一個醫生 好 那醫生他的藥 哪裡來 其實香草就是很重 它也需要是一個新香蕉 因為在很多動亂的時候 它也必須要能夠知道 大概接下來會怎麼樣 或也有很多人去問它說 這個上帝的體育大概會怎麼樣 好 所以它也需要是一個新香蕉 然後它如果要 它這個修道院的名聲非常好 那必須本身是一個好的學者 它要能夠寫出好的書來 讓大家覺得說 這是一個非常有學者的學院 必須是一個學者 那當然因為他們繼承了很多的產業 所以它必須是香草原 莫廠森林的種類 需要很多很多的事情 好 所以當然 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下 相對的 修道院也發展出很多 專屬於修道院的產業 好 例如說我們如果今天去法國 或去Burgen的地方 Burgen的紅酒其實好得不得了的紅酒 Burgen的紅酒是誰去發展出來 其實是修道院發展出來 好 那當然這方面除了這個釀酒 重酒釀酒之外 很多農耕的技術 很多工程的技術 其實都是在修道院裡面 因為他們繼承了很多產業 或者是因為他們在荒郊野外 還要想辦法讓自己可以過得下去 所以反而在這個地方 很多很聰明的精英在這裡 發展出很多知識 很多的這個技術 就在圖像上面 可以看到很多類似 像這樣子的一個圖像發行 就是修道院的這些產業 其實是相對於 他的這個修道院的對面 他所繼承到的產業 其實是不得了的大好 或者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修士們 他們需要工作 好 那這個 這就是說歐洲的修道院 有一些是大道 其實他本身就是一個小的王國 這個東西尤其是大家是去 如果去看那一個 就是比較是帝國規模的那種國家 例如說像法隆 法國的修道院都大滿德的 或者去澳里里 那修道院都大滿德的 好 那這個其實他本身 幾乎就是一個小的王國 那我們還是可以看到 他旁邊就是會保留一些地方 種種菜啊 種種他們的香草 好 那例如說我們這邊來舉一個 的例子啊 這邊是一個 我們有修道院就叫Sang Garden 所以就我們很叫Sang Gay 他是在今天的瑞士 瑞士的最南邊 靠近郭根府 也就是說瑞士跟奧地 還有很多交界的地方 好 那這邊有一個 一個很大的修道院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一邊 右上角 這是他早期的樣子 就是他早期根本就是在什麼 崇山峻陵裡面 然後呢 硬去先開個出來的 其他都是一些 其他真的就是 還是很原始很荒涼的樣子 可是到了後來呢 他卻是一個知識的中心 所以當魂藝復興時代的這些人 會覺得 開始去找書的時候 在這裡找到了非常非常多 然後那個羅馬時代的這個 這個武器 所以事實上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知識的中心 好 那 在這個Sang Garden 或者Sang Gay的這個修道院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 他這個修道院裡面 他整個修道院其實是一個 會用他的非常非常好的一個修道院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是院長住的地方 然後旁邊有學校 然後這邊呢 是來就是 就是 冰克住的地方 然後這邊呢 是冰克的水蟲住的地方 好 那這邊呢 是他們的教堂 好 那這邊還有什麼 這邊是 這邊是 這邊是醫生部的地方 這邊是放棄的地方 好 中心系統是 在醫療上他們是不用放棄的 好 那這邊是朝聖城住的地方 好 然後在這一邊呢 就是各式各樣的一些工匠的地方 不同的工匠 然後這一邊呢 是養狼的 還有不同的羊 然後呢 養蠻的 養豬的 然後呢 這一些 也是養狗 養這一些動物的人住的地方 好 那這一邊 我們這邊就可以看到 這一邊是像 牠們牠們 牠們牠們 牠們就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種蔬菜的地方 另外呢這邊 就有一個 牠們的花園 所以實際上 這個規模 還有非常 非常完善的一個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修道院的規模 那當然這樣子的一個 規模 也 為後來的 這種比較大型的修道院 有一個非常好的看法 就是說一個很完整的 自己自足的修道院 那牠需要具備哪一些的 一些空間 然後在這個規劃上面 他們應該要怎麼去做 所以今天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這裡 這裡大概是 我剛剛有看到的 剛剛是產生的 這一間的 大概今天呢 是十五世紀的樣子 大概十六世紀的樣子 大概是七十八世紀 還有一間的 那這個現在是怎麼 是可以參觀的 那所以 我們可以看得到 其實修道院 牠本身的這一個開墾 然後接下來的發展 其實就牽動到 整個歐洲 怎麼樣子開始脫離 少數幾個城市 然後開始往郊區 開始往鄉民去發展 所以今天 歐洲如果說 牠大大小小很多 不管再偏遠的地方 其實都發展得很不錯 其實修道院帶領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 拓荒的角色 那當然有這麼多的產業 有這麼多農耕釀酒的技術 所以我們大家也就不要 驚訝 神父們跟修女們去喝酒了 這個其實 因為本來釀酒就是從 這個整個的技術跟知識 本來就是從他們這邊來 而且其實基本上 你只要不要喝到什麼 什麼喝酒亂性的步驟 其實基督教的文化 是接受喝酒這件事 而且修女為他們的啤酒做廣告 這個就是說基本上 我們放在歐洲的脈絡裡面 就會說其實是蠻自然的事情 你修女不只喝啤酒 修女還踢足球 也就是說你只要不要做那一種 道德上不對的事情 其實一般正常人可以做的事情 他們都可以做 好 那所以我想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修道院在這個 曹菲英學上面的一個發展的一個 一個脈絡 因為這個東西到現在其實 還在持續進行 基本上大概我們 如果從目前的這個文獻上面來看 修道院的這個醫學 大概尤其發展的特別好 是在西北歐的這個區域 那為什麼呢 我想其實大家有一個原因是 如果我們放在地中海地 或是放在意大利 那大概這個醫學因為 滿早就跟阿拉伯人有接觸 因為他比較是在大學裡面進行 可是如果我們放在修道院的 這個脈絡裡面來講 那就是說 其實 反而是在西北歐這個地方 有比較多的這個文獻的這個記載 可以找到來看 那第一個我們要講的是 大概在西元795年 就大概八十幾 九十幾左右 開始在洛瀉的地方 這是在藍銀河的中流 然後有一個小城 這是一個小城 那這整個小城呢 從1990年開始呢 是一個比較多的主持 認定是世界文化的名稱 那在這一個小城裡面呢 其實這個小城基本上就是一個 因為修道院而發展起來的小城 那在這個小城 在這個修道院裡面 在洛瀉這個修道院裡面 就開始出現了 就是 對於這一些香草的研究 可是他當時的這個研究 因為大概七九五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跟查理曼大帝的時代 是很相近的 所以就發起在一些 當時那樣的一個脈絡裡面 他們開始很積極的呢 要把古希臘 古羅馬 對於香草的知識 開始來進行比較系統化的研究 就是說 基督教的修道院 然後開始來研究 異教上癮的話 古希臘羅馬的這種草藥衣群的知識 好 這個是在大概 八 叫了七九五左右 那 這個是在蘭茵河中 那接下來我們要往南看 就是在郭登湖 就是德國跟奧地利 還有瑞士交界的 這個很大的湖 這個湖上面有一個島 叫Reiton 那這個島是一個很漂亮的島 然後這個島 之所以發展起來 原先是一個修道院 這個修道院 就把這個島都開門出來了 好 那在這個島上面呢 今天這個修道院也還在 香草園也還在 所以大家有空呢 就到那邊坐著他的車就可以過去了 好 很漂亮的一個地方 好 那在這個Reiton島 這個地方呢 大概在八百四十年的時候呢 他們當時的那個院長 叫Sharbo Sharbo這個院長 就開始規劃了一個 一個香草園 那其他應該不只香草 它還包括花 可是Anyway這個花園 主要是要幹嘛 也就是說它認為 我們如果種了這一些的 花跟香草 那大概這個修道院的人 如果生了病 各式各樣的櫻南雜症 透過這個Combination 都可以值得好 好 所以我想 當然如果有 我們在座有老師 或者是有同學 是對於這個東西很有興趣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我相信這大概就跟 什麼營養五行 什麼什麼這種 一定多少有一點連結 就說它這裡面有一些Combination 可是因為我已經 這個已經遠遠超過我的能力 範圍 反正在這邊泡磚裡面一樣 好 那這樣的一個 這一個花園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種玫瑰 有種Rosemary 然後有百合花 很多很多的 那它的一個設計 其實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它其實是有一個宗教的思想在後面 好 那這樣的一個香草園 基本上就後來被很多的修道院所模仿 就是說如果修道院要有一個 就是不要太大 可是完全可以自己自主的一個香草園 那可以做這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在這種東西可以先想 哪個實驗看 會是怎麼樣 好 那對Rosemary的這個 事實上等於說 真的是就實際面 它去發展出一個系統出來 那大概就是接下來呢 到了1080大概200年之後 就開始出現了 就有人就開始把很多香草的知識 開始把它就是系統化的整容 然後開始有這個香草園見 開始出來了 然後比較完整的開始可以做一些 所以這個就是 在德國的話就稱為 這叫做修道院的移居 在修道院的移居 這實際上也是他們研究的一個很重要的人 好 那接下來最後我想跟大家講一個 是這個在整個修道院的這個香草園的發展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人 這個叫做是一個修理人 叫做Tierre de Gaulle 那它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1098到1079 基本上它就11世紀末期 主要是12世紀的一位女性 那它基本上在德國的這個中國史裡面 或在整個歐洲中國史裡面 其實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人 然後一方面就是說看一個女性 然後自己帶著一群修女 然後去發展出一個很完善的一個草北的那些 那它所發展出來的東西 跟我們剛剛之前所講的這些東西 有什麼不一樣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是它開始用當地的職務 也就是說它不是只是說 好 可能就是說古書裡面 因為講到什麼東西 哪一個調整的特別的功能 所以我特別去種這個 而是它其實是反過來 我看一看我所在的這個地方 有哪一些植物 有哪一些香草 那它開始去研究這一種 本土的當地的這一些植物 好 然後就說把它包成這樣 所以現在也有一個牌子 就是一個孔冰革 現在孔冰革現在是非常熱門的地方 然後一個屏幕喔 那就是說不只是一群藉座 它會講宗教界裡面很多人在研究它 那在德國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就是說有很多的節目 有很多的書 就是說三餐照 就是要貼得乾風冰革的配方 就是因為它其實 它研究的東西其實很 它不只研究香草 它也研究食物 就是說你如果用食療的方式 它也研究各式各樣的礦物 各式各樣的珠寶 就是類似像 你要什麼樣子生什麼病 然後你應該要去用 什麼樣子的礦物在你的生活中 那它基本上 它是來自一個貴族的家庭 那從小就被送到修造院裡面 可是基本上在中國的這個 修造院裡面呢 女性大概 女性是受教育 但是女性比較不會讓她們 去學太多的拉丁文 因為她們把拉丁文保留給男性 所以反而女性就學什麼 就是你當地的原理 譬如說你不是德國人 你大概就是學著用德文 所以就是說 Tierre Guggen 他後來留下非常多的著作 那這個著作的書寫 其實是有一個階段性 第一個 他是他先把他自己的想法 他自己的看法把它寫下來 然後他再找人 把他概念成拉丁文 那可是他當時他自己寫下來的時候 因為他其實也就是說 如果從宗教面來講 他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人 因為他大概有 有一些遇見未來的能力 就比較有一點類似 像先知那樣子的一個角色 那他當然他也很知道 其實在當時你稍微一不小心 你太超過 很容易就被太景欲端 所以他自己發明了一套書寫的信號 尤其像中國的這個大概西南的 這些邊疆有所謂的女書 我不知道大家也知道 就是女性 就是女人之間在傳遞訊息 有女人之間在寫信 我們不想讓 我們不想讓男生看到 我們不想讓這些有權有詩人看到 這種女書 那開始的宏兵呢 自己也發了一本 然後這樣子一個類似女書的系統 然後完全就是跟這個 如果我們今天來看的話 就是跟這個字母其實是相當的 就是說吻合的相當的好 所以就是說 現在變成研究他的東西 變成兩個層次 一個是其實去看他自己留下來 那另外一個呢 是他請人家用 拉筒把它寫出來的 好 好 那我想接下來 我想帶大家看一部影片 在這看這影片之前 我大概就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如果放在中國的 那一個宗教文化的脈絡裡面 那這個宏兵根 其實一方面是一個當時很少見的 一個很傑出的女性的群學家 然後對於自然科學 尤其是在草本人學方面 他有非常大的貢獻 他當然另外一方面其實很重要 是他其實也把中國的那一種 女性文化帶到一個高峰 我們傳統上 尤其我想我在亞洲 很莫名其妙一直在講說 中國是一個黑暗的時代 然後就是女性完全沒有聲音 其實中國的女性是很活躍的 非常非常的活躍 那在如果我們看不同的地區 他有不同活躍的方式 和他不同活躍的場面 那在德意志地區 一個比較特別的是說 因為他在當時是神聖龍馬帝國的管轄 所以有很多是什麼 就是皇室的女眷 或是貴族的女眷 那這些皇室或貴族的女眷 也就是說我作為一個女性 我如果來自一個上階層 就是一個上流社會的家庭 我的人生大概有兩條路可以選擇 一條當然就是傳統的結婚啊下屠交子 可是另外一條是如果 當我如果不想結婚的時候 那有什麼方法 有方法 另外一條路就是知道 修道院裡面去 你不一定要成為修女 可是反正你就是住到修道院裡面去 所以其實中古的女性修道院 是一個很豐富很活潑的地方 因為那裡面其實有很多很優秀的女性 她因為不想去走傳統的路 所以呢她進到修道院 那在修道院裡面 她有她自己的圖書館 她可以寫書 然後她自己 她可以有她自己的一個女性的群體 女性的跟從者跟著 她其實也是一個什麼 她可以在裡面有她的 career 也就是說其實作為 尤其是作為女性的修道院院長 那其實基本上是中國的一些 比較上樓社會的女性 其實她是可以去發展她適合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說貼著的黃金人 是在這樣子的一個慢落下 她成為一個非常 非常優秀的一個女性 但是我們也還是要講 我們今天如果從學術的角度來看她 我想我們不會像是教會女性那樣子 比較慢慢進去就是去接受 如她之所所說的 但是我們比較還是會有一些 學術的檢驗 就說例如說她的草本醫學 她寫了很多的書 那其中我真的非常多 非常的重要 那當然這些書 現在在德國 他們都有專門的學者 一樣一樣的去研究 那到底她所寫的這些配方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 或是甚至是說 對 就是說在醫學上面 還有很多可以 可以就是說給大家喜發的配方 這個一方面他們會去做這樣的研究 那當然二方面 她自己也留下了很多的紀錄 講她自己的那個成長的一個過程 發展的一個過程 那這些東西 其實現在在學術上面 只有一個 就說比較 因為比較冷靜的幾次吧 我想這裡面其實當然牽涉到的是 學術跟信仰是有一定分距離的 在信仰裡面是怎麼樣子 我想就是說大家都很尊重 可是學術畢竟不是信仰 就學術有她的絕限 信仰所講的很多東西 學術是沒有辦法去討論的 可是問題是 學術也有她的女性裡面 就是說對於信仰我們所說的 某些東西 那研究者會仔細的去看 這到底到底是什麼 最後我大概做一個很小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如果我們去看整個 就是說尤其是你剛剛 這個貼著搞的這個影片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了解到就是說 中國的修道院 它其實不是一個靜態的一個場所 其實一個非常非常活潑的 有很多很多新的知識 然後很多不同的這種 異於我們對於那種傳統想像的這種 這種文化 其實它是在這裡面被創造出來的 那所以就會說 它其實不是只是一個 好像一個女性 然後被關在一個高牆裡面 那它只是在這裡面報告影響 它這實際上是一個創造知識的地方 而且也是研究大自然的一個地方 那這樣子的一個地方呢 其實到現在 其實也有一些新的一些發展 也許它不是那麼自然科學 不過今天可以看得到 這個是 這個我在YouTube上面看到的一個 我覺得很有趣的影片是 兩個修女們 她們在用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乾燥的花 她們在做Manda 那可是這裡面它有一個訪談 我覺得是很有很有趣的 因為Manda 伊曼陀羅 這個事實上是哪一個教的 主要是哪一個教的東西 其實是佛教又是藏團 藏團佛教的東西 那藏團比較是用沙下去做 對不對用沙 可是他們現在就說 這是天主教的兄弟 開始把它改成 就是用這些乾燥的花去做 那當這個記者訪問她 就跟她講說 欸 這不是佛教的東西嗎 你覺得天主教適合做這個嗎 那這個修女很有趣 她說 我覺得讓人可以讓我安靜一下 這些東西 我覺得它都很適合 那我覺得在這裡面 我就說 因為這些花它本身有香氣 然後呢 這個東西做出來的長行 可以在裡面聞到很多大自然的香味 而且就會說 它很適合 它很適合影響 所以我們覺得說 要去區別的是哪一個信仰的東西 所以我想其實在這個地方 我想 它應該是一個 剛剛佛德高峰 跟一個很不一樣類型的修理 基本上 我們大概不太會去想說 它是一個創造知識 整理知識的人 可是實際上 我們在這裡開始看到 他們其實在做很多文化表畫的工作 很多這種文化創新的工作 所以這事實上還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地方 那所以就基本上 如果說我們回到我們現在的此時此刻 那我抱歉今天楊媽媽也 我們來很謝謝楊媽媽也 我們台大也有這麼棒的一個 一個香草園 然後我覺得 今天我們在這個地方 來大家共同來 來分享或是來有關係 歐洲的這個修道院的文化 跟這些香草跟草本音學之間的關係 我想其實我們還是要回到一個重要一點點 就是說如果我們的工作就是我們的祷告 我們的祷告也是我們的工作 那在這個工作跟祷告之間 其實歐洲的修道院透過香草 他們創造出屬於他們的醫學傳統 他們創造出屬於他們的一個文化 那在這個文化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樣的一個傳統 連結到了現在的文化的一個創造 然後我想在台大 讓我們創意很開心 看到有文學獎 這麼長期的一個年期的成果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我們也期許 我們有新的東西 可以在台大繼續的被創造出來 被轉化出來 被發揚出來 那我想今天有很多的來賓 其實就會說可能是我們住在附近的朋友 可能是我們學生的家長 也有可能就是對台大的藝文活動 很有關心的人 那我想我們都非常很感謝 我們也希望利用藝文中心這個環境 台大可以創造出更好的新的文化 而這個文化其實是有學歷我們台大人 自己的一個關懷 一個更高的精神上面的一個捲球 我想其實就這個城市來看 台大的香草園 應該可以給我們更多更多的東西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先講個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